你能想象用10万块挑战自驾环游中国大陆边境线一圈吗? 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这次走的路线是由三条国道无缝连接而成 完美地将中国的大陆边境线绕了一圈 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G219广西段的一个旅程 那它的总旅程数是725公里 完成这段旅程呢 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在这里来分享一下 G219广西段的自驾攻略 那接下来呢我想从路况以及车辆要求 加油 吃饭住宿 以及怎样去导航 这几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讲一下路况及车辆要求 G219的广西段呢 其实就是广西原有的沿边公路 双向两车道 所经过的地段呢 大多是深山密林 所以弯多而且急 而且上下坡的坡度特别大 我们沿路遇到了好几辆 货车在弯道侧翻的事故 所以开车时一定要在弯道控制好车速 提前鸣笛 沿路呢会遇到两到三次修路的情况 从广西往平向方向 刚出发的前20公里左右呢 在修路 可以通行 但是路况比较差 是泥土路面 起伏路也比较多 非常的颠簸 从平向往德天瀑布 在大兴县那一段呢 在修路 需要绕行 另外就是我们在路上还遇到了一次前车的事故 交警处理现场 也是需要绕行的 整段走下来呢 轿车是可以通行的 只是有一些修路和绕行的路段 轿车开起来需要更加小心一些 还有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G219广西段 沿路都没有停车区提供厕所 所以建议大家带一个这样的户外帐篷 接着呢 就是沿路的加油情况 国道沿线的乡镇和县城 都是有中石化和中石油的 92、95和柴油都有 再就是吃饭、住宿和景点 可以选择沿路经过的县城 或者县级市作为住宿点 我们是在东兴市、平祥市和静西县住宿的 价格位大概是100到150左右一碗的酒店 算是比较干净卫生的了 吃饭呢 沿路的饮食非常具有广西特色 以米粉为主 特别是螺蛳粉 沿路镇上基本上只能吃到米粉 而且一个乡镇上一般就两到三家餐馆 再就是景点了 东兴平祥的口岸都可以去玩一玩 可以充分感受中越边境的文化特色 也可以买到很多很便宜的越南产品 不过现在疫情期间国门没有开放 是不能过去越南那边游玩的 以后国门开放了 可以在口岸办理中越边境一日游 可以过去越南那边玩一玩 再就是得天跨国瀑布了 建议白天去游玩 6到10月是风水期 建议7到9月水量最大的时候去游玩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最近很多粉丝朋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导航才能保证一直是沿着GR19走呢 这个问题怎么能难得倒多年自驾经验的米小亚呢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导航 比如从东兴到平祥段 导航末路任的路线呢都是不会走GR19的 把地图放大找到GR19 然后在GR19的路线上长按 选择为图经点 这样就可以导航出来了 不过由于路途较长 这时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因为后面的路段导航可能会默认选择其他的道路 这个时候需要继续放大 再次选择图经点 这样一般选择设置两到三个图经点 最后就能完成GR19的导航了 怎么样我的工具院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我觉得你看了我的视频你知道的就太多了 如果有朋友还有更多的详细的攻略分享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来补充 或者你还有更多的关于GR19的自驾的一个问题的话 也可以到留言区来问我 关注我们开车狂浪